渔民手握钢叉朝鲨鱼鱼塞捅了下去 随着一阵哀嚎声响起 鲨鱼已经迅速前进了海浪 然而钢叉的另一端早已绑上钢丝 因此无论鲨鱼如何逃跑 渔民们都能找到它的位置 很快鲨鱼就没了挣扎的力气 渔民们看鲨鱼停在了原地 立马拽动绳子来到鲨鱼身边 接着一群人举起手中的钢叉开始捕刀 最勇敢的渔民甚至跳到鲨鱼背上 找准心脏的部位再次捕不上去 当天空下起番茄酱的时候 渔民们都发出了欢呼声 因为这样庞大体型的鲨鱼 光肉就够它们吃大半年 而昂贵的鱼油和鱼皮 更是能卖出个好价钱 然而渔民不知道的是 另一群鲨鱼已经闻着味道走 很快他们就将为此付出代价